再来我们就要开始上传自己的影片到YouTube上面 在YouTube右上方这个上传点一下 中间有个最大的红色按钮 选取要上传的档案 再点一下 电脑就会开启这个开启视窗 这个就是要我们去我们自己的电脑里面 找到我们想要上传的影片 那我现在就放这一个 利用速线求解未知数的影片到YouTube上 选好自己要传的影片 当然你也可以一次选好几个档案 它会自动批次传上去 选好之后按下开启 它就会开始传了 传的速度取决于你的影片大小跟网路速度 那如果你还没有进行过账号的认证 你最多只能传15分钟长的影片 不过15分钟长的影片对一般使用者来讲应该是足够的 那下面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进行修改 首先第一个是影片的名字 我如果想把名字改掉 我就在这里面做修正 好比说我想把前面的47拿掉 我就把它删除 那我这部影片就会变成 利用速线求解未知数 再来中间这个大格子 是影片的说明 你要不要对自己的影片进行说明 取决于你自己的开心 那我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好比说我说这是一个小学数学的教学影片 打完之后这里还有设定 叫做隐私权 点下去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公开 一个是非公开 还有一个是私人 公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上YouTube 找到你这一部影片 非公开指的是 只有知道你这部影片连接的人才看得到 一般人没办法直接从YouTube找到 而私人就是你限定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或是说你其他的朋友 一样有Google账号 你可以指定开放给某一个人看 那我在这里就选择公开 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这些资料完成之后 就可以按下发布 按下发布之后 电脑会自动帮我们处理 此时我可以把浏览器关掉 都不影响 当我按下发布之后 如果YouTube处理完了 他就会自动让这个影片 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之后 感谢观看